今天我們第一個要來看的是 C-SHOP裡面的綠色資料結構 這個東西在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各位上完資料結構了沒有? 正在上 應該已經有上到這些 C-SHOP的綠色資料結構有兩種分類 一種是一般情疊,一種是半情情疊 什麼叫一般情疊和半情情疊 我們才會有例子 一般情疊和半情情疊的 基本上有點重疊 可是有一些名字不一樣 譬如說串曆 一般情疊叫有名字 半情情疊叫例子 注曆 一般情疊叫Q 半情情疊叫Q 但是它會加上這種 桓框裡面會接型它 所以有 List,Q,Stack,Hashtable Hashtable在半情叫Diction字典 SortedList,ListDiction 然後呢 HybridDiction,RosaDiction,StoreDiction NameValueCollection 這是一個首相的介面 然後呢 Dictionary Engine 字典的內容 它是一個KeyValue的成本 StreamCollection 就是針對Stream的一個集合 StreamDiction 也針對Stream的一個字典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比較重要的用法 那這邊有一個程式 是 來,我們看一下 主程式裡面先用了Red List 建構一個新的Red List 接下來呢 加一個Jag 加一個1 加一個3.1416 再把D2向移掉 然後然後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個會是012 所以第二向移掉 是3.1416 又會移掉 接下來 Array 它等於a.toallet a.toallet a就是上面的這個a toallet就把它轉成正列 轉成正列之後 你要用objet括號 用objet括號是一個附件正列 用objet括號去接它 接的結果你把它印出來 就會得到1.3.1416 Jump1 3.1416已經移掉 Jump1 接下來再清建一個list 把這些加進去 然後呢 對list每個東西 我們會印出一遍 接下來再建一個htable htable 所謂htable或dictionary 都是一個配對 我用一個key 一個捨影鍵 去查另外一個部件 或詞 那所以像這裡 我們把Jump和他的電話 加進去 Mary和他的電話 加進去 那以後我就 就要查的時候 我就把Jump傳進去 他會傳回電話給我 這個東西會很好用 所以接下來我去查Jorge的電話 因為這個叫h 所以h從8號Jorge 就會成為Jorge的電話 那我就可以印出Jorge的電話 同樣的如果我們今天 想要用範型型 我就不是用hashtable 我是用dictionary 用dictionary呢 然後去加入這些元素 然後最後呢 把Jorge的電話給取出來 那像這種東西 各位如果自己要去寫 資料結構的 比如說用雜錯表 Dictionary其實就是雜錯表 或者是你自己用資料結構去寫List 串列 那你都會得要寫蠻多程式的 但是 在cshackle裡面這些都建了 所以你資料結構的那些東西 不需要自己再做一遍 隨便會用就可以 那我們現在把這一個程式呢 拿來執行一遍 給各位看 好 那我把這個程式給扣進來 好 存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 他說 d沒有紙 沒有 沒有用到 那我就把它砍掉 好 剪置一下 OK 那我們來執行的話呢 要先設一下中段點 執行 那你會看到 這個結果 這邊印出來 是 這邊 把正列印出來 用LineR印出來 其實印不出什麼 它只會印出一個SystemObject 中掛號 這代表說 它是個正列型態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印出這個正列的話 得 用個迴圈 你可以印 然後呢 如果 如果 接下來這個LineR印出來 我們這個迴圈 就印出每一個 印出每一個 John,Mary,George 3.14159 3.14159 John,Mary,George 3.14159 3.14159 但是這裡有兩個不一樣 這個是自傳 這個是負連數 一個是自傳 一個是負連數 所以雖然兩個看起來都是3.14159 但是 是不一樣型態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 你看到這裡 OK 這裡 我們Hashtable加進去之後 我後來就查 George的電話 也是 他就印出 George的電話是 0977 372412 OK 好 那同樣的 我用Dictionary 去放 然後一樣查 George的電話 也是一樣 所以這兩個物件可以互相替代 Hashtable 跟Dictionary 但是 後來 的 新版人 新Shuffle 為什麼要做 做同樣的事情呢 是因為 這個東西取出來 一定是Object 只會是物件 所以你必須要再用 像Stream這樣把它轉积 才會變成自傳 OK 這個是轉型 如果 你用Dictionary 這種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在 扮行裡面 設定它 Key 和 Value的形態 設定它 所影值 和 物件的形態 那就 不用再轉型 像這裡 Gtale等於 DGeorge 出來就是個字 所以不用再轉型 那 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它新版的這邊 有用扮行 舊版的沒有 但是不見得 用扮行 就會比較好用 你可以看到 它的 宣告比較長 但是 在 如果你要取好幾次的情況之下 扮行應該會比較好用一點 因為你宣告一次比較長 付出代價之後 你後面都不用再做轉型的動作 OK 好 那這是我們的 今天看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資料結構 那這裡有很多很多的 如果你需要多一點 我們就用這個 那我們今天只看 主標是看Dictionary 字典和List 這幾個東西 那 因為這幾個東西 最常使用到 最有用 那各位參考一下 我把這一個 網址 把這個網址 扣進去 射來 還可以 我都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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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各位 執行一下這個程式吧 把它看懂